欢迎大家收看股坛斯健 我是你司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边是施老板斯文青先生 斯先生你好 这两个礼拜的港股都是上上落落的 都是在25000多个位置 大家看完减息 最后巴威尔也说应该是减息 到后如何发展呢? 大家又要继续留意一下 我和你去到一个活动 我觉得很适合股坛斯健的观众听 你介意吗?施先生再分享一下 我的题目是关于香港本土地区 在中美国力下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保不保得住? 有没有危机? 因为有些美国的议员 提出要检讨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之前美国有一条叫香港政策法 或者叫香港关系法 这个法例其实是92年左右的 最主要是帮香港特殊地位 和中国就是有所区别的 这个法例出来 其实是中英取得协议如何回归之后 美国觉得都需要对香港行一国两制 进行一定的配合 所以它就定了香港政策法 其实如果说我自己说的 用意就是令到一国两制可以走下去 不过最近也有些议员去美国游说 就是说要给中国有些压力 如果它不走一国两制 就要检讨美国对香港的政策 也有一些人说 除了贸易战之外 美国会不会在金融上 都来打击中国 尤其是香港作为金融中心 对中国是很有价值的 尤其是大陆现在都未开放 资本市场 所以有些人说 主要美国不让香港的银行 在美汇结算上做限制 随时连续换得都搞不掉 我们说完是跟美金挂 是立即玩完 是不是真正一个隐忧 我自己觉得这个隐忧当然存在 美国亦都必要时出动这招的可能性 不能够排除 因为贸易战不只是贸易 主要是美国想制约中国的崛起 凡是起到这种作用的东西 他都会考虑 我自己认为 是没那么快可以用的 有两个方面因素 我认为美国没那么快 一个是立即找到取代 香港的地位 另一个 这样做所产生的后果 是不是他这一刻想见到的 香港可否取代 我相信不容易 一个金融中心的建立 譬如香港有它的市区 刚刚未试完 又未到欧洲市之前 香港可以中间保位 有地理 另外香港有普通化 你看大部分的金融中心 都在普通化的国家 不在大陆化的国家 所以上海就很难取代香港 不要说上海 法兰克福 那些花泥都做不到 另外香港亦都有人才 金融人才 这些汇聚人才 要很长时间 有一个司法制度 一个相对连结的政府 亦都在中国的南大门 有些内地公司来香港上市 最近中美磨擦 连去美国上市的公司 都要买保险回来香港 无份回来 阿里巴巴回来 其他京东 会不会回来都不知道 所以我自己觉得 香港的地位 很多因素 不是立即运动 而美国在香港的金融中心 一向都有角色扮演 香港的主要投行 公民社 Morgan Stanley City Bank 全部都有利益 欧洲那些 就已经 真的少一些 弱很多 刚刚我们第一个星期 新闻 得意志银行 都要这样 所以 它的利益要慢慢转移 不会一下子转移 所以我认为 它 不会第一时间 都还有一段时间 另外 真是打击 如果刚才说 不让美元的结算 香港银行做 香港金融中心 立即没得做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样是可以弄死你 但是 如果弄不死你 一连串 其他因素就会出现了 我相信 如果 搞到中国 连香港作为金融中心 对中国扮演某些角色 都没有 一国两制都不容易存在 因为 中国搞一国两制都是留住香港某些经济的角色 如果没有一国两制 香港亦都很难作为 美国在中国保留一个民主基地 因为一国下很难有 香港主要的角色就是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 都有相对部分的独立性 而且香港仍是间谍中心 美国领事馆有二千多人 如果说 抓到了 什么都 颜面都不顾了 我认为这些人回到美国 说这些是没有需要的 不受欢迎的 另外最危险是哪一帮呢 就是泛民反对派 以前比美国才侮辱他们 反正都 变成一国一制 就大一件事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 金融战不是不打 缺战的时候才打 这张牌就排得厚一点 应该排得厚一点 所以短期就未必有太大影响 短期我相信 一个就是内地公司还要来香港上市 内地的资金 明的硬的都会偷偷下来 下来之后 他都要在香港投资 作为达脚石 迟些会走 再转口纜 他来投资 走的时候要卖出 香港是有他的角色扮演的 所以我相信 美国未必会放弃出这张牌 但就不会在这一刻出 所以都还有一段时间 如果有一段时间 改革就会有很多变数 中国的发展 是否一直下去呢 会不会有其他变数 在改革上 如果跟美国 走得迈一点 也会有变数 所以我觉得就不需要这么快 就悲观了 那香港人应该如何自处呢 施生 很被动的 有钱的香港人其实 一早就做了 分散后资 分散后资 如果你有新发财 现在好像新发财 越来越少 青人都觉得自己没什么机会 那么 其实现在很多 新富起来的人 很多是内地富起来 来香港的 香港 以前去大陆投资的 这几年都没有以前 赚钱那么容易 我相信 金融中心 就千万不要说不让人走 香港 不会突然间走资的原因 就是 一路都让你走 你都走 因为自由 你自己走出去 就可以自己想 一早走了 他也不会突然间要走很多 所以我相信 不会一下子波动很大 香港的金融的稳定 和港元都应该有些信心 暂时未到要担忧 过早担忧 你是会做错投资决定 战中期间 已经觉得 将来香港前景有问题 更淡一点 卖了一些楼 其实证明是错误的 所以 施山和大家的终局 就是对香港 要自己有些信心 这些所谓的风险 不是靠信心 都要靠观察 不过 你的观察 不要只是一面倒 只看到有利因素 或者只看到不利因素 要有一个平衡的分析 今集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施山你 各位观众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 欢迎去到我们的网址 留下你的问题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去到以下的网址 我们下星期再见